小朋友玩打地鼠遊戲活動 一幕出現壞的用水習慣打下去得分 好的習慣打下去就扣分 還有用涼杯比較神水龍頭 與傳統水龍頭的流量 傳統馬桶與神水馬桶的耗水料 由高雄科工館提供了節水道具 讓許多小朋友從實際操作中 體驗節水的效能 就是大家要神水 然後節約用水 就是沒有神水的話 就是像我們現在一樣 缺水 沒水可以用 那也從這樣的一個體驗活動 落實到我們日常生活 在家裡也可以有一些 節水抗寒的一個作為 共同來度過嚴峻的這個水情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在現場 玩起打地鼠遊戲 並呼籲大家都能夠把節水 當作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從你我身邊都可以做起 包括這個洗手的時候 不要抹肥皂 還一直在讓水龍頭在那邊流 再浪費 或是衛浴設備的這個沖水 其實也可以用小 比較有節省的方式 總之全台南市188萬人口 如果你我都每天都節省一公升水 那就節省188萬噸 188萬公升的水 台南水利局也提出各項 抗旱節水措施 配合工藝大戶節水7% 非工業用水大戶減工10% 合計節水量約為500萬噸 跟我們的那個進一步水利署這邊 要求提供了一座我們的RO的一個 進水設備 目前已經在3月20號 在我們的樹谷園區來安裝 未來可以提供500噸的用水 台南市政府邀請市民朋友供體時間 全民一起身體例行 節水抗氦 節水一小步 抗氦一大步 新航亞太電視使勁旺 台灣台南報導